就是它的中心点 然后要到哪里呢? 到这个其实你可以碰到这边也可以 因为你可以反方向 那你可以这边抓这个端点比较不好抓 你可以抓这个圆的 因为它一定会跟这个圆相交 那他们 左边的这个四分点一定会重叠 会是同一点 所以你只要抓这个左边的四分点点一下就出来了 接下来这边不就还要再画两个圆 那画两个圆的话 圆的位置在哪里呢? 刚好就在第二个物件的终点 然后一直到它的端点 拉过来就可以了 那其实重复画圆 有时候你觉得跑这里太圆 我教各位一个技巧 按右键 重复圆 因为如果你同样指令 你就按右键重复 你就不用 因为有时候你从这边移到那边 你会觉得距离比较圆 可是你按右键点这边 有时候偷懒 我会用右键比较快一点点 所以这一招教各位更快一点点 时间 就是效率 你要提高按右键 重复画圆的动作 中心点到这一个四分点 实际上就是线的端点 也是同一点 OK 好了之后的话 那再来就做什么动作呢? 再来就是说 把不要的部分裁掉 就很简单 修剪 空白键 这一条线 不要 这一条线 是不是这一条线 不要 这一条线 不要 那这四条线 不要 对不对 如果你四条线不要的话 那我们就是怎么样呢? 选的方法很重要 我上礼拜讲过 你可以用实线的选 或者是虚线的选 虚线是 由左下到右上 碰到就算 不过你会发现 哇 用这个虚线的话 不行啊 因为它会碰到圆 所以你要三不掉 怎么办呢? 用实线 实线的话是 整个全部选到 才算选到 所以我们可以从左上 因为一定要全部选到 所以胡跟圆 都只有碰到部分 所以不会选到 放开 只有选到线 再来你怎么办? 把它删除掉 删除 OK 那这个图形就完成了 那那个 就里面的那个标注 我想你大概标一下 比如说你就先标一个 大概 因为之后我会教各位 怎么标 标出跟那个画面上 几乎一模一样的标注方法 这是80 那里面这个 这个我想慢慢等一下 先做出到这样就可以了 好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你应该是什么 是什么 但是我可能这个 这个是什么 你可能就是